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人客夫 但其实除了客夫客妻以外 行客子女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行客子女主要会影响着子女的人生运势 会影响着自己命中的子女缘分以及运势 导致自己子女缘薄 子女运势不佳 那么行客子女面向有何特征呢 今天小姜之就和大家说说 1.鼻梁如拱桥 鼻梁如拱桥的女人一般个性比较强势 性格也是比较火爆 占有欲和控制欲特别的强 在家庭关系中 这样的女人大多都是当家主事 男人给这样的女人结合可以说只有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忍 因为这种女的一般都比较能折腾 有点什么事都能把家里折腾的鸡飞狗跳 当然这种女人一般对孩子教育方法也比较的强势和没有耐心 不喜欢用嘴讲道理 更擅长用手 简单粗暴的压制孩子的兴趣和爱好 所以孩子也不喜欢给妈妈沟通 长此以往 孩子会更愿意给爸爸亲近 甚至到孩子长大成人后也会经常出现争执 从而导致彼此种下嫌隙不和 二 额头低线 额头低线的女人一般说话都是细声细语 没啥脾气 做什么事都是慢慢的 肉肉的 性格说话都比较含蓄 男人一般娶到这种女人是比较满足知足的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直白点来说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儿女 子女也不会听她的 甚至子女变大后反而更清静严富 对于母亲总感到唠叨 麻烦 子女也不喜欢和她相处 老年容易孤苦 三 嘴唇薄 嘴唇薄的女人一般都是伶牙俐齿 说话像机关枪一样 也不管对错就往外说 甚至有时候说话有点刻薄 豁出一张嘴 就是因为说话太多 所以也不太招子女喜欢 让子女感觉她很烦 并且还有爱管闲事的毛病 一般有这种特征的女人 经常喜欢给老公争执 骂孩子 给邻里也难以相处 人缘很差 对于孩子犯的错 喜欢抓着不放 唠叨到没完没了 容易引起儿女反感 并且嘴唇比较薄的女人 一般都比较的视力和现实 所以平时她的很多行为 也会误导孩子 四 颧骨过高 颧骨过高的女人 一般都比较强势 外表看上去比较严肃 这种女人一般事业心都比较的强 根本不甘心 也不可能在家做个家庭主妇 喜欢在外拼搏自己的事业 因为女人颧骨高 杀夫不用刀 客夫比较厉害 所以家中男人事业 一般没啥大的起色 在家也被女人压得抬不起头来 终于离婚 而对于儿女的管教来说 这样的女人一般对子女相当严肃 管教也比较严厉 并且喜欢用自己强硬的性格 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 强加给予子女 不会给儿女沟通 了解他们真正需求 而子女也比较怕她 看见就想躲 母子和母女之间的关系 感情会变得淡薄 五 雷公嘴 所谓的雷公嘴面相是指 一个人的嘴巴面相中 上嘴唇过大过于饱满 紧紧地包裹着下嘴唇 如此嘴巴便是雷公嘴 雷公嘴面相之人性格差 脾气怪异 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故而有雷公嘴面相之人 与子女的关系很差 长久的相处会导致子女 对于父母怨恨多多 一旦长大便立刻远离 自己的原生家庭 可见雷公嘴面相之人 行客的不仅是子女的运势 更是自己的老年运势 六 人中弯曲且细窄 人中位于鼻梁和嘴巴之间 为人体人脉和督脉的交汇之所 连接着人体的生殖系统 虽从人中不仅可以看出 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还可以看出子女运势 人中笔直清晰深长的女人 一般身体比较健康 能长寿 并且能得子女庇佑 晚年幸福 但是如果女人人中弯曲不正 或者比较细窄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怀孕比较困难 子女运势非常的差 一生都在为子女操心和前肠挂肚 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喜欢叠叠不休 让人不喜欢的夫人 晚年没有福分 七 鼻梁无肉 皮包骨的女性 鼻梁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鼻梁露骨无肉的女人 一般个性都比较的要强 喜欢争斗 为人刻薄挑剔 对人对己都非常的苛刻 并且脾气暴躁 缺乏耐心 所以一般这样的女人 不仅会在事业上对丈夫形成克制 子女运势也相当的低微 运中对子女克制严重 因为脾气太过暴躁 怀孕期间流产的风险相当的高 容易无子无女 八 山根低线且有质 山根位于两眼之间的鼻梁根部 山根位置在面向中又成为夫妻所 代表了自己的婚姻 如果女人山根低线 或者此处长智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肝气不足 身体健康方面容易出问题 很难有儿女 并且非常的没有自信 山根有质 身体健康不太好 容易有恶极 性格怯懦 对孩子和家人产生不好的影响 容易造成感情方面的困扰 婚姻不顺利 九 下巴间隙 在面向学中 下巴以风云为家 但是在当前的审美观念中 很多女人都喜欢把自己的下巴 通过整容的手段 变成尖细的样子 以提升自己的美貌度 然而 下巴过肩的女人 一般都非常的缺乏责任心 为人比较的自私自利 容易对子女工形成压制 对婚姻不利 影响子女的运势 下巴有肉疯浓的女人 不仅望夫 也非常的望子女 有助于提升家运 十 印堂有树文 印堂位于两枚之间 有成命功 代表了一个人的心胸和气场 以及自身的运势 印堂有树文的话 称为选真文 在面向中 又称为展子文 这种面向的女人 一般性格非常的刚烈 为人十分的挑剔 性格非常的固执 而且刚硬 凡事都有一种 不服输的镜头 不论对错 也不喜欢向别人低头 所以孕期内很容易造成流产 就算有子女的话 孩子性格也比较的叛逆 非常难管教 十一 子女宫低线 无肉感 在面向中 子女宫位于眼睛正下方 隆起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下眼瞼的眼带位置 学名又称为卧残 也叫做泪堂 代表了一个人的子女运势 和个人感情状况 子女宫风龙有光泽的话 一般比较的望子女运势 子女非常的孝顺 晚年非常的有福气 如果子女宫低渐干枯 没有肉感的话 这种女人天上的操心命 一生都容易为了子女而烦恼 生育能力比较低 很难有自己的子女 即便是有了 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的差 导致无法一己生活 十二 三白眼 四白眼 一般人眼睛呈两白状 但有的人黑眼珠较少 眼白较多 使得左右上方 或者是下方留白 就是面相学中所说的三白眼 四白眼是上下左右都是眼白 黑眼珠占中间很小一部分 这样的女人是典型的可负相 她们事业低迷 老而无功 婚后容易疑神疑鬼 不让另一半 与任何异性有接触 最终容易让婚姻受阻 感情破裂 在子女方面 她们无法与子女和善的交流沟通 且已与她们发生摩擦 一生运势不佳 婚姻不顺 面相有克子命怎么化解 办法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克夫克子归根结底 是因为自己性格原因 是因为自己不懂得如何与丈夫 与子女相处 所以如果命主想要维系一段幸福的婚姻 让子女孝顺 家庭和谐美满的话 那么想要化解自己克子的命格 就最好从改变自身的性格做起 学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